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UNIQAR,我是欧龙 那提到15万级的日系家教 我觉得不得不提我身后的这两位 东方日产的轩逸还有一气丰田的卡罗拉 因为他们都是每个月的销量大户 那基本上按照这个位置排名 都是始终为之在前五的位置,非常的稳定 那特别是轩逸已经数月获得了这个级别的销量桂冠 那我觉得把这辆车放在一起 还真有点针尖对面网的意思 因为你们看他们的定位相同 价位相近,然后取向也相似 而且在去年还先后完成了这个换代 变得越来越年轻化和智能化 那大家显而易见的是 你看他们的外观变得越来越迎合现在年轻人的需求 同时在配置上呢 也更加迎合这个消费时代的需求 最后我觉得对于销主者来说呢 还真有点甜蜜的烦恼 就是左手和右手你究竟应该怎么选呢 轩逸的外观呢采用了VMotion2.0的设计语言 那大家看这个前辆 适不适合它的大哥天籁非常的像 那同时呢 这个进气格栅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这样有越极感的设计 会让销主者呢觉得倍儿有面子 那另外从功能上来看呢 这个进气格栅还是一个带有主动开闭功能的进气格栅 那么电机呢会通过判断比如说你的车速 你的冷却系统的温度和压力 然后空调开闭的状态来控制叶片开关 同时来起到一个降低风阻 降低油耗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也可以让销主者获得极大的内心的满足感 就是尽可能的把车去做大 那么为中国市场推出伪标带有L的 这种特购买车型是豪华品牌惯用的伎俩 而我觉得在紧凑型家教市场 家常的游戏规则同样实用 那么在这方面呢 轩逸相比卡尔拉它是有优势的 而且不光是在车长车宽车高 甚至是轴距长度给卡尔拉拉了一个全包围 那我觉得特别是车宽比卡尔拉宽了35毫米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更宽的车身 一个是会让你显得更加的气派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会让你的内部的横向空间变得宽敞 所以我觉得总结起来 轩逸它的前脸设计 它的车身尺寸都很好地展现了它具有越级感的特点 那么我觉得会更加让销售者乐意去为它掏钱买单 而相比来说 我觉得卡尔拉呢 和轩逸相比 特别是现在我们同场竞技的情况下 就感觉它会非常的小巧 而35毫米的这种车宽呢 也会有一点不那么大气的感觉 那么相比于上一代车型来说 我们承认这一代的卡尔拉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颠覆性的设计 让大家知道今天对它外观依然是褒贬不一 特别是和现在非常年轻的 比如说思域 轩逸放在一起 就更加去验证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两款车的外观非常好 很有越级感 而卡尔拉跟自己比颠覆没有问题 但是和横向对比来说 缺乏一些更新鲜的地方 告别了外观设计呢 两款车的竞争同样延续到车内 那在换代之后呢 两款车的配置水平都让我是耳目一新啊 那不仅是日常那种实用性配置非常的丰富 同时还更加注重搭载了 像科技智能安全类的功能 那我们首先来说卡尔拉 其实基于TNGA架构达到的卡尔拉呢 是更加注重的科技配置和安全配置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拿到的试下车 它标配了八个安全气囊 并且还有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均用保持 主动刹车 全速域的ACC自制性巡航这些功能 充分考虑到了它的潜在用户 就可能是那些刚拿到驾照 然后驾驶技术还不够熟练的新手司机 为他们提供非常充分必要的安全保障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倒车雷达方面 其实新的卡尔拉和老款一样还是非常的吝啬 而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轩逸就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它不仅有倒车雷达 同时还有倒车影像 那么另外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卡尔拉的智能化装备 以前提起丰田 可能大家会觉得它的车机是非常的保守和传统 但是现在呢 它也是非常注重这种与时俱进 那像2021款卡尔拉上面呢 它搭载了车烟网 有Q音乐了 有喜马拉雅电台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 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和日产轩逸相比呢 我觉得车机系统方面啊 丰田和卡尔拉就显得有些稚嫩了 毕竟啊 日产是目前合作品牌当中啊 这个稚嫩化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 品牌 那它旗下基本上所有车型 都已经搭载了日产超时连系统 而且现在呢 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啊 那这个日产超时连系统 它主要是加强了用户与车辆的沟通感 并且将车主的用车场景呢 也结合得更加的紧密 那从供应上来说呢 这套超时连系统呢 它支持六项的远程控制 以及十二项的语音控制功能 而同价位的卡尔拉呢 它的语音控制功能呢 只支持五项呢 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另外在用车生活方面呢 日产轩逸也提供了很多 具有场景化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它是同级 唯一一个具备这种 在线视频功能 也就是爱奇艺的这么一个车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喜欢追剧的女朋友 坐在副驾的时候也不会闲得无聊 那么同时它还有智慧加油 也可以免除你下车支付的麻烦 那么另外在日常那些 实用上的配置方面呢 同价位的轩逸和卡尔拉相比 也有很多是这辆车具备 而卡尔拉缺失的 比如说轩逸它具备这种 原厂内置的行车记录仪 比如说它具备主驾驶座椅的电动调节 比如说真皮座椅 比如说后排的出风口以及倒车雷达 来到后排呢 轩逸的这个车宽的尺寸的优势 就发挥出来了 那横向的空间确实要比卡尔拉更加的宽敞 同时我觉得日产大沙发需要被再次提及 因为它的柔软度 它座椅靠背的角度 坐姿 然后这种感觉 我觉得都是能够让我非常的松实 就现在坐在上面 那另外还有呢 像这种搭配的颜色 这种细腻的用料 包括这个很精致 很有设计感的菱形的纹路 那我觉得也能提供给我一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而这种美感 我觉得正是丰田或者说卡尔拉所一直欠缺的 另外在后排呢 这个GV的车型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朴素 但是呢 我们的轩逸它有后排 现在呢咱们来到卡尔拉的后排啊 其实从卡尔拉整个全系的车型来看 它把最好的配置基本上都给了前排 甚至说只给了驾驶席 而对于后排乘客的关照呢 就没有说那么的到位了 那虽然大家从镜头当中能看到 我们这辆车是有空调出门口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功能呢只存在于豪华版和它的顶配车型上 而像比较走量的精英版 还有那个比较帅气的运动版呢 都是没有的 而轩逸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就比较不错 因为它除了那个一车难求的盖版以外呢 其余配置都是配备了空调出门口 东方展轩逸呢 全系都标配了1.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就是单纯的不掺杂一丝暴力的概念 追求的就是动力的平稳性还有燃油经济性 同时它还有经济模式 那相比于这个无论大家发动机来说呢 自然吸气发动机呢 没有那个所谓标志性的动力爆发感 但是我觉得通过我这几天的体验来看呢 并不能代表说轩逸的动力就是柔弱的 因为它的无论是发动机还是油门的响应速度 都是比较灵敏的 那包括在低转速下的加速效率也还是不错 只不过说来到了中高速的区间呢 它的加速实力会有所衰减 那么我觉得轩逸它有一个很大的这种追求的诉求点 就是燃油经济性 而相比于这种排量相近 同规格的小排量无论大家发动机来说呢 自然吸气也有更好的节能优势 那特别是在这种啊 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这种路况非常拥堵的情况下呢 配合上自动启动功能也能够进一步的降低油耗 那么轩逸的官表它的油耗是五升每百公里 而在之前我们在节油铁商赛当中呢 我们曾经开到过三升每百公里以下 那这个成绩已经比卡罗拉双情 我觉得甚至都要低了 就进一步巩固了啊 轩逸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油耗拔权 那么另外呢 它的悬架这种调教的方式也是遵循着轩逸所传达的这种输入性的理念 它尽可能的去化解路面上的颠簸 那无论是细碎的路面信息 还是说这种减多态上面比较大的这种跳动 它都可以很好的化解 而除了悬架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可以保证它舒适性的就是这套柔软的座椅了 它可以尽可能的去辅助底盘 把这些非常细碎的很振动的这些信息和感觉呢 与家人者的身体所进行隔绝 我觉得这点也是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小排量乌轮增压放动机的本质呢 并不是说为你创造多少的驾驶乐趣 只是在兼顾燃油经济性同时呢 让你多获得一些动力储备 那么显然呢 卡瓦拉呢 便是如此 那1.2T这么一个排量呢 排量并不是很大 那动力参数也并不突出 但是乌轮增压的本质依然存在 在低扭状态下呢 还是能获得不错的爆发感 但是如果说你到了高速上 到了路况比较好的环路 那卡瓦拉依然也面临着转速爬高 但是动力提升不明显的这么一个问题 而悬架这种绿震方面呢 在TNJ这个架构之下呢 显然啊 这个大厂丰田 它对于悬架的调整是非常明显的 那现在卡瓦拉呢 它告别了之前非常粗糙和直接的绿震效果 但是当我们去感受到它底盘所传达过来的噪音的时候 我们却很恍然大悟 原来这还是一款紧凑型的家用轿车 因为它的底噪 包括胎噪呢 还是略明显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我首先希望大家记住一个观点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产品能完美匹配你所有的需求 而我们做到对比的目的 也只不过是在差不多的几款车型当中呢 去选出更好的那一个 那无论是轩逸还是卡瓦拉 他们都是这个级别的销量明星 也就证明了 他们本身产品已无太大的硬伤 都是优秀出类拔萃的存在 只不过是在两者的直接焦目当中 他们会展现出自己不同的特点 那么我觉得轩逸它是在设计感 在智能化 在舒适性 在燃油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那么这个时代最抢求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网联化呀 所以说我觉得轩逸它凭借它的智能和科技属性 会更加符合广大年轻人的消费倾向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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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